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啦 你真的不能怪我 會為這台大紅色的Agera R而有所分心 因為你要知道這畢竟不是通常 你會很常在路上看到的玩意 不過今天真正的撞頭戲 其實是在我正前方的這一台 全球相當三百架的 Koenixig Jamiro 同時也是人類史上第一台名正言順的 Mega GT 自它之前從來沒有過一台四人座的跑車 曾經達到過這麼樣子出眾 而且是完全符合Hypercar水準的一個性能表現 當然啦 在瑞典語裡面 Jamiro其實是To give more 的意思 不過這真的也讓人非常的好奇 到底這台車它要怎麼樣才能夠在原廠宣稱的 可以舒適的坐進四個成人的前提之下 還維持著這麼樣的瘋狂的動力表現 就是它到底要怎麼樣去取得這個平衡 它不是只有兩個車門嗎 它到底要怎麼樣舒舒服服的進出 當然啦 之所以喔 可以成就這般超凡路盛的性能水平喔 很大一部分是要歸功於 名為Tiny Friendly Giant的兩公升 而且是無凸輪軸的三氣缸 才剛是有底殼設計的雙渦輪增壓引擎 因為除了本身具備著非常出色的 600匹馬力跟600牛頓米的扭力輸出的表現之外呢 也因為它本身是透過AI去監控它的氣門作動 所以讓它的競排氣門在開啟的時候 是完全不會重疊的 進一步的去減少遊戲外洩的可能 而且渦輪的轉速控制也可以更加的精準 重點是喔 它的本體重量只有70公斤而已 而且你看它這麼的嬌囂 甚至讓它還得以擁有一個 在後軸之後的行李箱空間放下30分機箱 好啦 其實前面還可以再放下多一個喔 but still 除了這個已經非常厲害的內燃動力之外呢 它甚至在前後軸還有著總計3G的電動馬達 所以它的縱效出力高達1700匹之鋪 0到100的加速成績 甚至是一個非常令人難以想像的1.9秒的水準 就某方面而言 Konex真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品牌 因為他們不曾停止去思考過 到底可以怎麼樣讓內燃機的動力 去發揮出它最極致的效能表現 去真正的做到跟永續共存的可能性 重點是這具引擎 它居然還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模擬出 8缸或者是10缸非常催情的運轉聲嗎 這是可以下載的嗎 這是可以下載的嗎 這顆真的是難以置信 我居然坐在這台Gamera的後座裡面 基本上我們已經可以確認它真的是可以 舒適地承載市民成人的測試空間了 除了本身的這個平衣式的旋轉車門 再加上這個無B柱的設計 讓它的進出變得異常的便利之外 在配備上的層次 這台車也是非常的驚人 除了這些裸露出來的部件 可以讓你看到這個碳纖維的單體 包含在前後座 它都有著各自的冷熱溫控的自杯架 無線手機充電座 跟它的無線CarPlay 重點是它在車頭甚至還有一個人臉辨識的 我實在是無法形容的一個設計 就是一顆球 真的讓它很有宛如自身在閃電霹靂車子中的感覺 包含像是車載的Wi-Fi啦 四個閱讀燈啊 山區恆溫啊 一應俱全 它甚至還有Level 2.5的半自動駕駛的功能 而且你知道這台車甚至還具備了ISOFIX的功能嗎 這就是瑞典人 當它跟你說這台車是四人座 沒有一個人的權益會被犧牲 而且我剛才發現一個很酷的設計 就是它的儀表板 因為它是安置在你的方向機上面 所以它會跟著你的方向轉動的時候 去調整它中間的水平 但這個聲音好嚇人啊 所以即使是像你這麼挑剔的人 你都會覺得它是一個偉大的設計嗎 它厲害的是它達成了一個很多人試著想要去做到的事情 試做這個實用性這件事情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它是個妥協 但是它又執行的一個非常漂亮的 讓你不覺得它在妥協 當然你也可以說 因為科技的進步 它有油電混合的這個方式 讓它有更多餘的空間可以去配置 它要怎麼把它的動力單元 分配在不同的地方 跟它的四個位置有怎麼樣的空間可以去排列 當然我們很多人在感嘆 全燃油車的消失 但是確實也沒有這樣的東西 我們也不會獲得這樣一個厲害的作品出來 有捨才有得 你把我的結論都講到 那你叫我講什麼 我來說說話 那你覺得在你一看來 你覺得它最酷的設計 講三個 我說真的那個門真的是太神奇了 真的很有可能只有康尼賽克有辦法 做出這麼大的一扇門 讓前後座的人可以同時進出 它全座不用傾倒耶 它是直接打開來給你走進去 但是因為這是它挺排象徵的一個元素 它去發揮這個元素 讓它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非常不堅要緊張的一個東西 那再另外一個是 一直看它這麼多年來 從JESCO之後的作品 其實它漸漸的線條上 都越來越收斂 越來越成熟 那包含到這一台 它包含設計上有更多洗煉 更多收斂起來的線條 在一個這麼追求極致的品牌上 居然能做出這樣的東西 其實是蠻令人感動的 其實你很容易做很多很髒狂的東西 讓這個東西看起來很暴力 但是它在線條越收越少的狀況之下 你一點都不覺得 這東西看起來有任何不暴力的成分 這才是厲害的地方 那這個跟那邊那台很搶戲的Agera 好 選一個 你不要這樣逼我嘛